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今天我们讲故事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金童变无赖的故事 一个朋友变仇敌的故事 一个金钱为政治伴舞的纸牌屋故事 一个世间无常的故事 通过这个故事 希望大家对钱 对做人 对命运 对天象的变化等这些抽象而重要的概念 会增加些新视角 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 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 竞争最激烈的 也是最昂贵的一次中期选举 美国两党共花了近170亿美元 可以说很多候选人的选票是用钱堆出来的 在美国 选举花钱主要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候选人募捐来钱 然后直接花在自己的选举活动上 另一个是通过一种叫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形式 用间接的方式花钱来支持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或党派 例如买广告 夸赞自己支持的候选人 攻击自己候选人的竞争对手等 美国限制每个美国人对每个候选人最多捐赠2900元 这个规定限制了美国富豪给自己的候选人资助的金额 但是上面提到的第二种方式 就是政治行动委员会这种形式 就没有这个个人捐款的限制 所以美国富豪对美国选举的影响力 主要通过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方式来实现 大家知道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 民主党三大金主是谁吗 排第一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极左富豪索罗斯 为这一次2022年中期选举 他一个人就给民主党捐了超过1.2亿美元 排名第三的大家也熟悉 就是美国彭博社的创始人布隆伯格 他捐了2000多万美元 而民主党的第二大金主 很多人可能就不熟悉了 他就是画面上显示的这个 现在30岁的90后 他的名字叫做三姆班克曼佛里德 在网络上大家习惯叫他SBF 就是他英文名字的缩写 为了简洁 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就叫他三姆好了 这个三姆小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 三姆为民主党捐赠了近5000万美元 民主党国会元老佩洛西 苏默等人的政治团体都得到了他的大笔捐款 那个说话都说不清的 宾州当选参议员费特曼也授予于他的捐款 今年10月前他还承诺要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为民主党再捐10亿美元 2022年1月三姆的资产一度高达240亿美元 财富排名进入世界前100人 就是在2022年11月5日 他的资产估计还高达150亿美元 但6天之后 你猜他的资产变成了多少 0 15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 拥有300多万人口的 地域广阔的蒙古 一年的GDP也不过这个数字 就是这么大一笔钱 6天就挣发没了 一个90后的年轻人 如何挣来这么多钱 这史无前例的财富蒸发速度 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奇妙故事呢 三姆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地 她的父母都是斯坦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她父亲是一个睡法专家 而她母亲是专门研究 法律经济和哲学的交叉问题 她从小在斯坦佛大学的校园长大 她家不远就是斯坦佛大学的学生宿舍区 她大学却选择了离家很远的麻省理工大学 跨越整个北美大陆 从西部的太平洋海岸 来到美国东部的大西洋海岸 她工作的专业 也是和她父母的专业完全不同的理工科 学的是物理学 大学学了四年物理 可能山姆发现她对赚钱的热情预言 超过她对物理的激情 于是大学毕业后 山姆选择到一家著名的金融投资公司工作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 著名的用量化方法进行交易的投资公司 叫简街 成为初级交易员的山姆 给同事的印象是个腼腆的大男孩 时常穿的连帽衫 在关公室里连鞋也不穿 很快 山姆就开始不满足于打工一族的生活 2017年 她搬回北加州 在伯克利租了一个小房子 在那里创建了她的第一个公司 名叫阿拉米达研究 那其实是一个量化交易公司 山姆的财富始于这个公司 也毁于这个公司 我在下面的节目中 就把这个公司简称为阿拉交易 山姆的阿拉交易 买卖的不是常规的股票债券 这样的金融产品 而是专注于对加密货币的交易 有关加密货币的基本概念 我在2021年2月做过两三期节目 做了简单的介绍 当时加密货币火得要命 我很多朋友都参与进去了 我做那些节目的目的之一 就是想和他们婉转的分享一下 我对加密货币本质的理解 现在回看那时的节目 当时我的一些主要分析和推测 都是对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一下 2018年山姆突然决定 把阿拉交易的总部搬到香港 主要原因是 当时香港对加密货币方面的监管 要比美国宽松很多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山姆的阿拉交易 选择用办公室共享公司 WeWork提供的共享办公室来办公 就是在香港的WeWork办公室 山姆认识了同在那里办公的同道中人 年长他15岁的赵长鹏 据传闻因为相同的理念 两人当时的关系很好 说起这个赵长鹏 他在加密货币圈 可以说是教父级别的人物 他出生于中国江苏连云港 在他三岁时就随父母移民加拿大 他在加拿大读大学 然后在日本东京和中国上海 分别工作了一段时间 随后就全力投入加密货币的投资中 2017年在他40岁时 创立了一家全球加密货币交易所 叫币安 目前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占据现货加密货币交易市场上近50%的份额 超过150种加密货币可以在平台上进行交易 美国历史上历次淘金热衷 疯狂淘金的人最后发财的很少 最后真正发财的都是那些给淘金者提供服务的酒吧或工具店老板 可能赵长鹏币安交易平台的成功 也让三姆意识到 他的阿拉交易只是别人平台上的一个玩家 赚两次赔一次的 赚的是心惊肉跳的风险钱 人家交易平台交易费稳收不赔 还能发行自己的加密币躺着赚钱 于是三姆在经营他的阿拉交易的同时 开始开发自己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2019年5月三姆正式推出自己的交易平台 他起名为未来交易平台 大家更熟悉的是他的英文简称FTX 在下面的节目中 我们把这个FTX公司简称为未来平台 其实看赵长鹏的币安交易平台 眼红的不止三姆一个人 很多公司也尝试想开发新的平台 和币安抢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老大的交易 例如Coinbase Bitmax Gemini等都努力过 但都没有成功 但是三姆开发的未来平台 从推出之日就让业界有种惊艳的感觉 很多投资人评价 未来平台是所有交易平台中交易体验最好的 设计最优的 感觉到这个平台的非同反响后 很多投资人认为 它很可能会成为行业中未来的黑马 很快大量的加密币交易员 开始涌入山姆的未来平台 未来平台的用户群出现爆炸式的增长 据说到2019年底 未来平台已经在全球拥有超过100万的用户 虽然BN平台的交易量依然遥遥领先 但是未来平台的技术优势和增长速度 还是让赵长鹏感到某种威胁 赵长鹏的过人之处在于 他面对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不是条件反射的正面对抗 而是立刻冲上去拥抱自己的对手 他在2019年 在未来平台推出之初就决定出钱投资未来平台20%的股权 而且还宣布要用未来平台的技术来优化 币安的面向大投资机构的产品和服务 这个说法也是对未来平台的一个激励 所以赵长鹏在开始时 是以投资人的身份在推动未来平台的发展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赵长鹏在最关键的时刻向山姆开始捅刀子呢 首先是山姆惊人的融资能力 他不断大量引进新的资金 为未来平台的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同时也极大提升了他本人在业界的声望和地位 2020年的疫情给各国央行一个借口 让众多国家进入疯狂印钱发福利的状态 社会上大量热钱四处流窜寻找投资机会 很多进入了加密货币领域 推动加密货币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疯涨阶段 借助这波疯涨的大事 三亩融资融到了手软 看似忠厚谦逊的外表 加上他对自己发展理念的煽动性阐述 他似乎总能让投资界的老狐狸也立刻对他着迷 2020年他通过视频会议向著名的硅谷风险投资公司 红杉资本的高级投资人讲述他未来发展的愿景 会后红杉资本的那些高级投资者 立刻对山姆进入了痴迷的状态 红杉公司的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说 如果你有钱想投资 我希望你一定考虑未来平台 一个红杉合伙人向另一个合伙人发出短信说 我爱这个创始人 另一个合伙人的回应是 我对他的评分是满分十分 讽刺的是山姆后来承认 他当时其实是一边在玩英雄联盟的电子游戏 一边在给红杉资本开电话会议的 从2021年开始 在七个月内 山姆募集了近20亿美元的资金 到2022年1月未来平台的最后一轮融资 已经把未来平台的估值 推高到了320亿美元的高度 他的投资人中 不但有红杉资本这样的风险投资公司 也有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 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 淡马锡控股等这样的传统投资基金 有钱后 山姆开始用收购的方式快速扩张 从2021年10月到2022年3月 未来平台用于收购的钱达到11亿美元 山姆令人惊叹的融资能力的一个原因 是他对自己个人品牌的精心打造 他依然穿着印着公司品牌的T恤衫和宽松的短裤 出席各种加密货币会议 尽管他已经是这个行业摇滚明星级别的人物了 同时外界传闻他开着廉价的丰田卡罗拉 时常在办公室的软带上睡觉过夜 这样河海可亲的形象 让人感觉他依然保持了他冷静严谨的量化交易员的特点 同时从2020年的总统选举以来 他为民主党候选人慷慨捐款 平时他四处倡导利他主义这种时髦的哲学运动 鼓励年轻人赚钱然后将财富捐给慈善机构 一时间山姆成为美国从金融精英到政治精英 到社会大众都爱得不得了的金宝宝 2021年7月 中共香港国安法让中共全力正式延伸进入香港 让香港几乎蜕变成另一个大陆城市 可能为了躲避已经进入香港的中共势力 2021年9月山姆决定把他的两个公司 蔚来平台和阿拉交易 把这两个公司的总部都从香港移到巴哈马 然后山姆花3000万美元 买下公司巴哈马办公室附近的一个豪华公寓的顶层 他表示这套豪华公寓是由蔚来平台的10个高管共享 而他只不过是蔚来平台10个高管中的一员 他通过各种高调方式来加强他和他的蔚来平台的品牌效应 他支付1.35亿美元 取得迈阿密热火队篮球馆的冠名权 美国全总统比尔·克林顿 美国橄榄球超级明星汤姆·布雷迪等美国最有名的人 都被他邀请到巴哈马的办公室总部和他开会 听他宣传他将如何建立一个以数字资产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愿景 他甚至花巨资在美国职业橄榄球最大赛事超级晚比赛期间 给他的未来平台做广告 但是三姆的这些高调运作和大量集资 让赵长鹏越来越不舒服 今年6月赵长鹏指桑骂怀的说起 对超级晚广告体育馆冠名大型赞助商说不 这个不容易 我们做到了 2021年赵长鹏出售了币安拥有的未来平台所有股权 将收入的一大部分换成了未来平台发行的加密货币 叫做FTT代币 这个当时不被人重视的操作 却成为赵长鹏后来击垮山姆的最关键的武器 但是真正让山姆成为加密币圈攻敌的原因 是他最近这几个月做的一件事 山姆希望和美国现在的政界建立特殊关系 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 2020年他对拜登总统大选的大量捐款 2022年中期选举中他对民主党再次大量捐款 这让他在美国华盛顿结交了很多政界朋友 加密币圈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各国政府对这个领域出台监管法规 他们认为政府监管会影响他们跨国境无中金化金融的自由基因 但是山姆却决定拥抱监管 支持美国国会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 他甚至到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表达自己的理念 而且他和美国国会议员积极讨论 目前正在考虑的一个监管法案 而加密币圈认为 这个监管法案将伤害加密货币的自由属性 没人知道山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圈内的人对山姆的厌恶情绪已经越来越明显 当山姆因为她的未来平台而大红大紫时 她的另外那个公司阿拉交易还在运行 她后来把那个公司交给一个叫埃里森的20来岁的女孩 埃里森毕业于斯坦佛 是山姆在剪接投资公司的前同事 也是她的前女友 在埃里森的指导下 阿拉交易在加密币火爆时买什么都赚钱 今天这里赚几千万美元 明天那里赚几亿美元 那是一个疯狂的市场 数亿美元的钱 在这群20多岁的年轻人眼里好像什么都不是 在那个市场中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投资天才 谁不投资加密货币 谁就是老古董傻瓜 有涨潮的时候就有落潮的时候 投资名人巴菲特说过 只有等到落潮时才能看出谁在裸勇 2022年为应对40年未见的高通账 美联储开始进入不断加息的轨道 一下热钱没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种加密货币的价格 也开始进入下跌的轨道 埃里森主管的阿拉交易开始出现资金问题 在这个时刻 三姆做出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错误决定 大家记得三姆的未来平台是个交易平台 这意味着很多平台用户会在他们的账户中 存着他们要进行交易的加密货币 和买卖加密货币的现金 这些钱虽然由交易平台来管理 但理论上他们是平台用户的私人财产 交易平台是无权使用的 但是加密货币就是这样一个 没有任何法规监管的野蛮西部 虽然从道义上讲 未来平台绝对不能动用平台用户账号中的钱 但是居然没有法规明文规定 不能这么做 山姆钻了这个法律上的漏洞 据报道他用了一个会计上的花招 挪用了大约100亿美元 未来平台的用户资金 转给了他的阿拉交易公司 他和很多干这种事的人一样 认为阿拉交易很快会把钱赚回来 然后他就能让这100亿美元完毕归照 为掩盖他的这个操作 给他平台用户足够的信心 把资金留在他的平台上 三姆在表面上更加努力展现出 依附资金无限雄厚的状态 今年他对多个因加密货币暴跌而面临破产的公司 三姆居然出资购买救助 但是我们前面说了 现在三姆已经成了加密货币圈的公敌 在加密货币领域 交易数据很多外人都能分析出来 首先币圈一个叫CoinDesk的网站 发现阿拉交易公司的一些数据很可疑 CoinDesk不想放过这个给三姆泼脏水的机会 发表了一篇报道 指出阿拉交易资产负债表上 146亿美元资产中 大部分其实是用未来平台发行的加密币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FTT的代币作为抵押的 这个FTT代币的表面价值 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种 可以在未来平台上抵折扣交易费用的折扣券 就是未来平台上一种电子折扣券 但是在加密货币的概念里 它却能够如一种货币一样进行交易 今年5月一枚FTT币价格竟然在交易中达到35美元 而未来平台又可以依据某种算法 大量凭空不断产生这种FTT币 目前几乎的FTT币已经超过了3亿美 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从虚空中生出财富的游戏 如果阿拉交易上百亿美元的资产是用FTT币做抵押 以此来向其他投资人贷款 这样的抵押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一旦FTT币的价格下跌 投资人的贷款抵押就危险了 CoinDex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属于那种分析猜测型的 面对展现出无比雄厚资金的山姆和它的未来平台 大部分人对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将信将疑的 而且如果没有人大量抛售FTT币 FTT币的市场价格不会跌 3亿多个FTT币的市值就值100亿美元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点 赵长鹏出手了 他出手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效应 竟然在6天中让一个金融帝国轰然倒塌 这可能是赵长鹏在当初出手时也是始料不及的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 在赵长鹏放弃未来平台20%股权时 他把其中一部分钱置换成未来平台发行的FTT币 在11月6日赵长鹏发推文表示 自己手中拥有价值2亿多美元的FTT币 鉴于CoinDex文章透露的未来平台的风险 他准备在未来一段时间全部清空这些FTT币 此文一出 FTT币的价格立刻开始下跌 但是当FTT币的价格跌到22美元每枚时 FTT币的价格似乎被一股强大的资金力量 给硬生生拖起来了 与此同时 掌管阿拉交易的艾里森开始向赵长鹏隔空喊话 说如果赵总真担心他这些FTT币的价值 他愿意在交易场外 以22美元一枚的价格 把赵长鹏手中所有FTT币都买下来 同时三姆也在推特上呼吁 大家都是加密币圈的人 应该互相友爱而不应该进入战争状态 面对山姆一方亮出的白旗赵长鹏要的并不是和平 他在11月6日随后的推文中进一步回应 竟然把FTT币和今年5月崩盘的Terra公司的Luna币相提并论 而且明确指出他不会支持一个在同行背后捅刀子的人 赵长鹏这一下子就把他的行为根本动机展露无遗 他不是为了钱 他是在报酬 一时间一年来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众多加密币投资人开始恐慌 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山姆的蔚来平台上 把自己的资金提出来 山姆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据说11月6日 就有用户要从蔚来平台提出大约50亿的资金 用户先是发现未来平台兑付提款的等待时间越来越长 11月7日 山姆在推特上向他的客户保证 未来平台一切都好 资金充足 但是随后有人注意到山姆这个推文消失了 等到11月8日 平台就完全拒绝取款要求了 这一下整个币圈都慌了 连赵长鹏都发推文说 他没有想到他那个决定居然成为亚垮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山姆这时已经处于绝望的状态 四处寻找补窟窿的钱 但是投资界极少有雪宗送炭的习惯 10月8日下午 山姆终于向赵长鹏跪下了 下午赵长鹏发文表示 山姆向他求救 希望他能买下未来平台 在推文中赵长鹏表示 他会认真研究未来平台的财务状况 根据研究的结果 考虑收购未来平台 他这个推文预出 未来平台的FTT比瞬间从18美元跌到55美元以下 但是赵长鹏的这个推文 也让一些投资人悬在喉咙眼的心放下了一点 几乎人人都感觉 赵长鹏一定会把握住这个机会 趁机把未来平台低价收入囊中的 但是11月9日下午 赵长鹏的一个推文 彻底宣布了山姆整个金融帝国的末日 他在推文中说 经过他们对未来平台账务的研究 他们发现未来平台的资金缺口 已经是他们无力挽救的了 而且未来平台可能还面临相关政府部门的调查 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未来平台收购的想法 原来以为可以用出卖资产软着陆的山姆 还在等待赵长鹏的收购细节时 却惊讶地从媒体上看到赵长鹏已经放弃收购的消息 这个消息如炸雷般一下把山姆打晕了 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未来平台的FTTB再次腰斩 从5美元跌到2.5美元以下 第二天 11月10日 山姆的未来平台和阿拉交易这两个公司 总部所在的巴哈马政府 开始冻结山姆公司的所有资产 11月11日 未来平台阿拉交易 以及130多个与这两个公司有关的 一个复杂的加密货币帝国 向美国特拉华州破产法庭提出破产申请 文件表示 这个公司集团的资产价值在100亿到500亿美元之间 同时公司有超过10万债权人 负债规模也在同一样的规模 山姆本人在11月11日辞去公司CEO的职位 6天前 他的资产估值是150亿美元 现在他的财富清零 10万在未来平台上投资人 上百亿资产可能也从此血本无归 他们肯定会起诉山姆 但是已经身无分文的山姆又能做什么呢 加密货币不受任何政府监管 政府也就没有任何赔偿的责任 投资人对此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成人世界 认赌就要服输 2022年 美国中期选举已经结束 美国民主党兴奋地看到共和党期望的红朝没有出现 但是在选举进行的同时 民主党此次的第二大金主资产 却以如此契机性的方式被清零了 联想到2020年的大选中 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出资4亿美元 支持民主党改变了美国选举的格局 但今年以来 扎克伯格因为他个人一个极其荒谬的公司发展理念 让他的个人资产缩水超过三分之二 这些人财富报应般的如此大规模消失 是不是在预示 世间左右两派势力 可能开始进入此消彼长的下一个周期了呢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能订阅杰森视角这个频道